幸福咖啡 欢迎你跟文言 跟康康 一起来到幸福咖啡 又过了一周 那今天我们的咖啡啊 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爱为什么需要勇敢的Part 2 如果上个星期啊 你有跟我们一起喝咖啡 就发现说我们聊的是 爱为什么需要勇敢 就是在面对自己 不为人知的那一块的时候 特别需要勇敢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个Part 2呢 因为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在面对你身旁的人 一些你很不想要接受 或者是很爱不下去的 一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也要勇敢的去接纳对方 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会吗 就是预期会尴尬吗 就是有些时候 你会想到说 有一些家人朋友的 他的那一面是你其实不喜欢的 你又要在这个时候去碰触到 我觉得是家人之间的相处 常常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因为外面的人 你不喜欢他 你可以觉得说 反正他不重要 我就少跟他见面就好 但是家里的人 你不管怎么样 都必须要跟他继续的相处 所以就会变得特别的挑战 对 而且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接纳对方 包括的对象就是 你可能必须常常跟他相处的 不一定是家人 可能是朋友 同学 同事 是不是 就是一些 你必须要就算不开心 还是得见到面的人 更需要我们去练习 接纳他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幸福咖啡呢 就要来泡一泡这个 怎么讲 苦涩的杯咖啡 好 苦涩这杯咖啡 我们要来聊聊 康康跟我 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 需要常常相处 可是很难以接受的 这个人 他给我们的冲击 我们的情绪 然后我们为什么难以接受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不要聊一个人 我们聊一个事件好了 就是事件本身就比较公平 就是这件事 我们没有要对号入座 对 就来讲一讲 就是让我们觉得 很受不了的事情好了 好 那文言先说 好 我先是不是 对对 其实我最近啊 有一个状况 真的是让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那么样的火大 好像最近都蛮有情绪的 可是这件事情 真的还蛮冲击我的心 就是我的家人 最近有家人在学习烘焙 所以呢 就有一天 很努力的烤了一个蛋糕 但是他少放了一个材料进去 所以呢 就在家里的群主说 这个是一个失败作品这样子 没有想到呢 回到家之后呢 有另外一位家人 就把这个失败作品 一整颗的八寸蛋糕 就吃光光了 他想说 不要在冰箱里面占空间吗 早快把它吃掉 就会有新的作品出现吗 对啊 当下我是真的觉得 哇 对于这个事情 我觉得好难接受 是我也很期待 吃到失败作品 到底长什么样子 哦 那你也蛮特别的 因为你会想要吃吃看 那个所谓的失败作品 是什么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哦 失败了我不要吃 那你会觉得说 我也想吃吃看 少了一个重要的材料的 这个蛋糕 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 搞不好还意外的好吃的话 我们就可以下次把它 变成一个新的名称 对不对 所以当下没有吃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生气 就是你怎么都没有想到我 哦 这个好难过 你怎么都不为我着想 对啊 就留一口一咪咪给我也好 对啊 那一个八寸蛋糕这么大 剩一块也好嘛 对 一口也可以啦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当下我有点蛮难接受 就会一直碎念对方这样 哦 好 那康康听完了我的故事之后 有没有觉得有点夸张 你呢 你有遇过这样的事吗 我的事情走向不太一样 是我有一个家人呢 他想要打耳骨上面的那个环 诶 就是有点像耳环 但是他是打在耳骨上是不是 对 那所以他跟我讨论 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哇 这个环穿到那个骨头以后呢 穿进去的当下可能很好看 但是之后他的骨里 可能就是一条漫长的路程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排斥一个外来物嘛 所以他就可能会有一些组织的增生啊 或者是发炎啊 肿胀啊 但是我的这个家人呢 他就非常的 想做这件事情 对 他也很坚持 那就没有过多久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就告诉我说 啊 你看我今天去打了这个环 在我的耳骨上 对 然后我当下看到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耳朵就很红嘛 所以我就脸就有点变色 然后说很痛吧 就他就不高兴 他就觉得说你那什么脸 怎么没有为我开心 这样你们算发生冲突吗 呃 没有冲突 我就是自己摸摸鼻子 然后就不要再讲话 对 但是呢 后来呢 这个耳骨呢 就越来越这个严重了 就是又发炎 流浓又流血 对 然后我们又去看了医生 然后不断的每一天擦药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心里面会一直很Always 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 有点要爱漂亮是不是 哎呀 瘦这个皮肉痛 我想你是心疼他的吧 我会觉得说 你不能戴一个这个 假的 这叫什么 耳环 假的吗 看起来不是也是一样吗 为什么一定要真的穿过去呢 这时候很难接受 他的内心世界是这样 嘿 就是我可以理解 年轻人想要去尝试 嗯 但是呢 这个不计后果的 不计代价的去做这件事 我就觉得很傻 对 哦 可能这个是三宝吗 唯母的心情啦 但是对于喜欢有自己的style的年轻人 嘿嘿 才不会考虑这个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都要花一点时间 来调整自己能够接纳对方 对不对 对 对 好啊 特别是换药的那个人是我 哦 是是是 他有跟你说谢谢吗 呃 有 哦 那还蛮好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学习 接纳对方可能不会那么快 对不对 嗯 他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够接纳的 是需要去花一些力气思考 是 跟消化 嗯 所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接纳 可能我们常相处的家人 别人啊 同事朋友 他们的这些 我们难以接受的事情 带给我们的冲击 然后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调试 能够勇敢的去接纳对方 康康也选了一首很棒的歌 也要跟我们分享 我们来听一听 孙燕姿的《遇见》 诶 为什么选这首歌 我们就听完歌曲之后 再来聊哦 好 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 应该也觉得很心有气气焉 光是这个名字 就觉得很让人心里面很爱 为什么呢 到底我们要遇见什么 我们都很希望遇见爱 遇见幸福嘛 可是有的时候身边的人 就是拍到底 对 我们选这首歌 其实是因为 不论你遇见的是谁 只要你做好了准备 是愿意去接受对方原本的样子 以及他真实的那个状态 那我们遇见对方的时候 也才有办法遇见幸福 哦 我觉得康康你说到一个重点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不开心 对方让我生气 让我难过 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 他表现出来的样态 对不对 那个样子 我们就很想要改变他 嗯 或者是我们对于对方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解读 比如说刚刚文言说到的 你怎么都没有想到要留给我 对 这样的解读好吗 就是让自己不开心啊 其实这是一种解读方式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存在 就是可能他并没有想到你想吃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嘛 所以他觉得就是失败了没有人要吃 所以我才把他吃掉了 就是把自己当厨余童的概念 难为他了 这样想我就会反而心疼他了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跳脱这个世界再看看品场 就是如果说当你有表达说 这个东西我想吃的时候 他会不会留给你 会啊 如果说是会的话 那就代表其实他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出发点不是只想到自己 其实应该是他不知道你也想吃 那我会想说你都不会读心术吗 你不知道我会想吃 这有点高难度 读心术就是你知道全世界男人的痛 因为呢他们都觉得女人心是海底症 没有人可以搞懂女生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告诉对方 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嘛 这个解读也蛮重要的 怎么解读就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然后影响到我们跟对方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 我们需要去接纳我们的家人 是需要我点名我的需要 需要我都要讲清楚 而且可能不同的事件都要再讲一遍 他没有办法举一反三 或者是没有办法每次都想到 那这样子会觉得很累耶 对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的时候 就是说只要我有说你都愿意做 那我愿意放低那个期待 就不要觉得我没讲你就一定要想到 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对方 就是我们都不说 他就懂 他没有那个读心术啦 真的还是需要我们去把我们的需要 跟我们想要他怎么对待我们的方式 说出来告诉他 可能要不厌其烦的一再一再的分享 对方才会更认识我们 知道我们对不对 对我觉得不厌其烦是还蛮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接纳对方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敏锐或聪明 就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告诉对方 这也是一种接纳 所以怎么样解读很重要 像是康康你遇到的状况啊 就是你的这个家人 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他的期待跟你的期待是不一样 可是你希望他的状态是 他能够更多告诉你 他却没有说嘛 其实我真正的期待是 他可以多想一点 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当下很喜欢 跟后面我们要承担后果 他如果能够多想一点 那可能他就不会做现在的事 但是我后来也理解到 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年龄的变数在里面 如果我是他 我回想我自己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其实我想我会跟他做相同的决定 我想做这件事我就去做了 我很难在我那个年纪 就理解到后面还有这么多麻烦事 所以康康你的解读就是说 你把自己年纪缩小成跟对方一样 我如果也返老还童回到少年的时代 我也是可能会做这样的决定 就比较能接纳对方对不对 真的而且我就会发现到说 我会需要的不是别人来跟我说道理 而是愿意陪我一起去经历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有啊你还帮他换药啊 当小护士啊 我就选择陪他去看医生啊 然后帮他换药 然后那个耳洞合起来 再帮他穿过去啊 就是其实这个接纳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也需要很勇敢啊 就是为他做这些事情 你都要停止呼吸 好的那对你来说 对对对 所以这个爱啊 需要勇敢的部分 你觉得爱到底是什么 又跟勇敢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爱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就是不论对方是什么样子 我已经决定要爱你 我决定要让你感受到 很大的包容跟接纳 就不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或反映出什么样的样态 我都爱你 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耶 我觉得好难 有的时候对方就是不合我的意 我还能挤出爱来吗 要用挤的 所以就是因为很难嘛 所以要去接受对方 真实的那个样貌 真的需要勇敢耶 勇敢的去爱 虽然觉得自己可能会很不开心 很痛啊 或者是觉得 我就不止了 但是就是要勇敢的爱下去 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要一直不断调整 自己对这件事情 对这个人的看法 跟那个态度嘛 不然你怎么爱得下去 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常会希望对方改变 对 然后对 我们就会一直表达出 我们对他这个状态的不满 然后希望他可以改变 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 这件事情是很壮强的 就是你越表达不满 他就越不想要理你 他绝对不会因为你告诉他 你不喜欢他那样而改变 所以双方的关系 可能就会越来越紧张 或者是有些的冲突 因为想法就不同了嘛 对 所以反而是 当我们愿意去接纳对方 他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接受 他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自己会好过很多 就比较能够享受在关系里面 所以这样说起来接纳是为了比较低 对 不是为了对方 是为了我们自己 这样会不会有点自私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在关系里面 你自己好受了 对方也才真的可以跟你 太开心心的相处 对 如果我们都不开心的时候 其实对方也很难开心 所以跟别人 对方可能意见相拙 或者是一则的事情 那看不顺眼的时候 先用接纳的一个方向去着眼 会让自己好过 然后可能跟对方的关系 会慢慢的有改变 对不对 先接纳对方的状态 真的是很需要勇敢 很需要一起来练习 好啦 那这样好了 康康 我下次呢 遇到有失败作品 或是想吃的东西的时候 我都要先赶快贴个条子 或是先注明说 不要吃光光 留给我 好啊 今天真的是 在幸福咖啡里面 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不晓得你听完了之后 有没有也想起一些 你难以接受的 身边的人的一些人事物 也许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欢迎写信跟我们分享 你自己心中的挣扎 跟你听完节目以后 或许有一些想法上的转换 我们都很想听 对 你可以写信到高雄广播电台 在信封上面 注明是幸福咖啡 这样我跟康康就会收得到了 好 我们的电台地址是 高雄市古山区新江路90号 跟大家来信点歌的地址是一样的 也期待下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喝幸福咖啡 来享受心灵咖啡 好 跟大家说晚安了 谢谢康康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